如此 本君就罚你历劫百年 承哨寄人篱下之苦 你可愿意 小仙谢帝君之法 能说不吗 算了 他可不想加重惩罚 见柯和态度还行 东华心满意足地处理完了他后便离开了 离开的东华并没有回太成功 而是去了那个极寒之地 路过的时候 那些叫苦连天的声音 东华全然没听见世德 他并不是一个好的神仙 潇洒惯了 固然不会怜悯苍生 只会心疼自己所在乎的人 如今 东华便是要去看望一位 他遗忘多年的老朋友 也是害得他苦等了36万年的仇人 极寒之地中 当年不可一世的蓝陵现金被冰炼拴着 根本就无法离开此处 看他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原是花容月貌的容颜 早已被这极寒之地折磨得不成模样 套入着无比的绝望 36万年未见 可还习惯本君为你所造的 极寒之地 东华现身 站在远处 对着他毫不灵犀的言语 毕军 蓝陵抬起头看着他 原来已经过了36万年 那么久了了吗 他竟然被折磨了36万年了 听着东华的声音 蓝陵似乎听到了希望 期盼地说 毕军 你杀了我 杀了我吧 这种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日子 蓝陵真的不想再承受了 他不过是要了凤伟一命 却连累整个蓝罗一族为他的过错被东华惩罚 一直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是他的错 他着实不该 可知夜夜被万虫是心着骨又再生心骨心肉的日子 他是不想再承受下去了 当蓝陵认真一看不远处站着的东华 更之为惊讶 他身上的魔气比当年的更为浓烈了 是由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居然让东华魔化至此 杀了你 怎么能够 东华冷冷一笑 你对凤伟下狠手的那一刻 怎么就不想想凤伟是怎么样的心情 是不是也和你一样 求生不得 本君索性就让你求死不得 毫不偿你对凤伟的债 是啊 为了一株凤伟花 蓝陵下了狠手 当时他心里觉得一株凤伟花 死了就死了 东华也不会过多的计较 谁知道东华会因此疯癫成魔 对蓝陵一族狠下重罚 对他更是毫不灵犀 狠心折磨 呵呵 无论我怎么做 你都狠急了我 也好 至少在你心里 我还有一席之地 只是你的凤伟死了就死了 活也活不过来 我得不到的 你也得不到 我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哈哈 蓝陵大笑 造就这样结果的是他 求饶也输不了的罪 那他还不如狠狠戳一戳他的心 让他也和自己一样 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之中 本君今日来 就是告诉你一件喜事的 凤伟回来了 本君在等他激励 然后迎娶他做我唯一的帝后 想着也该同你这个老朋友说一声 不然 也让你太好过了 不 不可能 蓝陵不愿意相信 你再说谎 他死了 不可能活过来的 你又怎知他不可能活过来 本君要他活 就不能死 要你受尽折磨 就无人能阻 东华看着蓝陵被自己逼得如此苦不堪言 倒有些快感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神 又怎能让他慈悲为怀 本就是自压必报的东华 别指望他能够轻易原谅这些对他久而做过伤害的人 啊 被东华的打击下 蓝陵根本就承受不住 大喊大叫 很想挣脱枷锁的束缚 却根本就是以卵基石 看够的东华转身离开 过去的伤害 一点一滴 他都会为他讨回来 从今往后 再无人能期他的女人一分一毫 反正魔化就魔化了 他的凤九 也不能离开他 出了极寒之地 东华并不着急回去太成功 而是来到了碧海苍林 若是昔日他没有带着凤伟离开 凤伟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的伤害了 这一场场回忆一直不断地在东华的脑海里重复 像是在告诫他 如果当初没有信错人 他的凤伟就不会离自己而去的 这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东华 凤九从这尘封已久的梦中醒来 满头大汗 他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先前不过是记忆零碎 如今他想起来所有 他的东华 他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娘娘 您醒了 玉当做了些你爱吃的东西 您常唱 玉当在凤九旁站着微微笑语 玉当 你怎么会在这里 凤九看着他 心情也好了不少 刚才的梦很快都消散而去了 陛下 不对 是东华帝君让思命新京带玉当上太成功照顾娘娘 所以玉当才能在此处的 玉当回答 他当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能成天上仙额 这样也好 本就有打算带你回青秋的 可后来因为一些琐事忘了 你可怪我 凤九微微一笑 之前他也有想过带着他走 却因为情商忘了他 总觉得有些对不起玉当 玉当不敢 能跟在娘娘身边 是玉当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玉当跪了下来 虔诚地说 好了好了 你快起来 凤九将他拉了起来 握着他的手说 在这里不用那么多礼了 反正有我坐你的靠山 你可以在这太成功横着走了 当然对帝君还是必须一定要行礼的 毕竟他 爱 你到时候多问问思命就行了 他知道帝君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只要你不惹到帝君不快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 凤九望了望四周 询问 对了 帝君呢 帝君去哪里了 玉当以来 这太成功就是在照顾娘娘 也未曾见过东华帝君 玉当实话实说 奇怪 那他会 凤九突然感觉自己的心很痛 帝君 他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 正好回太成功的思命看见 拦住了要离开的凤九 说 小殿下 帝君有令让思命看着你 你可别到处乱跑 你让开 我要去找东华 凤九感觉有些不对劲 东华现在很痛苦 他只想马上到他的身边 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见思命还是一根筋地拦住自己 凤九一副不是本意的模样说 思命 抱歉了 什么意思 思命还在回味凤九说的话 下一秒就被他狠狠地踩了一脚 哎呦我的脚啊 痛苦万分的思命抬起自己被踩的脚 表情十分精彩 这小殿下也太狠了吧 见思命现在顾着疼痛 凤九便回原身绕开了他跑了出去 小殿下 思命这可吓坏了 顾不得脚痛连忙跟了过去 到了碧海苍灵的凤九看着东华坐在哪儿 周身都冒着红莲夜火的光担忧道 碧君睁开眼睛的东华看着凤九 双手握拳 强忍着魔性 咬牙切齿地说 你别过来 他怕伤着他 不 凤九想跑过去 未赶来的思命担住 小殿下 碧君这是入魔了 你过去恐怕会被红莲夜火伤到 我不怕 凤九甩开了思命 义无反顾地跑了进去 一把搂住东华的身体 碧君 我是凤伟 我就是你的凤伟 我回来了 为什么小殿下不会被红莲夜火所伤 思命有些疑惑 但想来他原神有帝君的气息 恐怕接近帝君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思命在这么一想 也就释然了 凤伟 东华抱住他 难过地问 你怪我吗 我不该让你自己再太成功的 蓝铃伤的你很痛吧 肯定很痛的 从来都不舍得让你经历风吹雨打 更何况是被他这么狠心伤害 当时的你肯定很难受 怪我没有及时出现 你会恨我 对吧 灯凤九蹭着他怀里 摇了摇头说 爱你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怪你恨你呢 凤伟 东华搂紧了他 渐渐散去了红光 恢复了些理智 整个人心里却还是有些害怕 害怕失去他 所以东华搂着他更紧了些 别离开我 别再离开我了 我一直在等你 没有你在 何处为家 你是我的紫金石 我是你的凤伟花 天生为你而来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不会离开你的 不会再离开你了 凤九在东华的怀里 紧紧抱着他 现在的他也有能力自保了 不会再任人宰割了 我让兰罗一族的人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让兰陵日日饱受 是心灼骨之痛 变得这样的我 你会不会很讨厌 他突然怕这件事 弱势让他知道 会不会很讨厌他 可他也做不到隐瞒他 无论你变成怎样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他们与我们合肝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算你是神是魔 是好是坏 你都是我的东华 我爱的东华 凤九不管什么神魔 只要是他的东华 就足够了 松开手的东华 抬起凤九脸庞 为他擦干眼泪 深情言语 任何人都不会再有 伤到你的机会 也不会再有任何人 能从我身边把你带走 凤九也伸出了手 握住他在自己脸庞的手 微笑道 带不走也赶不走的 九儿会缠着帝君 生生世世 我们回家 那便缠着吧 东华将他拥在怀里 耿吁着说 九儿以后我再也不会弄丢你了 嗯 凤九依偎在他的胸膛前点了点脑袋 然后又抬起了头 说 义君 我们回家好不好 好 我们回家 东华牵起凤九的手 离开这里 回去太成功 我们回家 用这个捏图 证据